網民街頭偶越細細粒曬出合照 生徒明顯又瘦一圈 越來越瘦 藝人陳嘉佳細細粒 最高峰期 他的體重達到286磅 去年開始減肥 已經勁減接近一半 身形瘦足幾個圈 成功減磅之後的細細粒 越來越有自信 而且經常會在社交平台分享靚想 二日前有網民在銅鑼灣偶遇細細粒 並且曬出兩個人的合照 令細細粒的生徒真實狀況暴光 更加對他讚口不絕 目前有網民曬出在銅鑼灣偶遇細細粒的合照 見到一些照片 細細粒穿著黑色的連身短裙 雙腿相當籤手 露出開朗的笑容 發文的網民也讚細細粒有美女人有nice 在銅鑼灣稀慎廣場出來 走完IT門口野生捕獲細細粒 然後很不要臉地上去和人合照 他個人很nice 細細粒瘦身成功 完全不需要多加美顏加持 非常之靚 狀態很好 笑容很甜 前無線新聞主播麥斯曼 罕有貼水作相 170cm高挑身材 展露無畏 相當之性感 曾經因一句中東呼吸綜合症的口誤而一炮成名 去年微醜後轉型做KOL 過檔開TV主持健康關注組 和港台電視盤點政策第三輯 而目前麥斯曼極悍地曬出多張的性感水作相 引起網民關注熱議 向來保守的麥斯曼近日貼出多張的泳照 可以見到他穿著黑色的一件頭泳衣 背後吊帶交叉 節計大叔性感肉杯 令到他完美的身材線條表露無畏 網民都忍不住激震說 我想談戀愛 郭富城秋空為老婆慶祝37歲生日 方緩曬一家四口頭貼頭合照 畫面溫馨 比外包圍著 58歲的天王郭富城 將會在8月13日 在洪館舉行郭富城Iconic世界巡迴演唱會 而近期郭富城忙於為演唱會去彩牌 但身為愛妻號的她 當然不忘為老婆方緩慶生 8月5日就是天王嫂37歲的生日 她不僅送上鮮花 還帶著老婆吃高級法國菜 並且在微博貼出合照 留言說親愛的老婆生日快樂 逐來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方緩當然也曬出慶生照 她留言說生日晚餐有兩個小條皮 見到的相片方緩和老公郭富城 帶兩個女兒Chantelle和Charlotte 一起去到慶祝生日 一家四口頭貼頭 畫面溫馨又有愛 42歲陳志堯生圖曝光 少女感濕中 網民佛山有餘曬合照 淡妝的樣子令人非常震驚 現年42歲的Yoyo陳志堯和黃浩信 欲有一女 兩個人經常傳出分辨 近年已經很少同框 而Yoyo也積極去到 經營她的社交平台 努力發展個人事業 今年在無線劇集分後事當中 擔演女一角色 憑出色的演技令她獲得很多人的讚賞 而令她在中港兩地人氣急升 近期Yoyo在佛山拍攝新劇《認證十二》 有不少粉絲在當地偶遇她 早前有網民曬出與Yoyo的合照 狀態極佳的她引起熱議 網民將偶遇陳志堯的合照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並且留言說 偶遇拍起終於輪到我偶遇了 《認證十二》陳志堯Yoyo TVB Yoyo和兩個年輕少女去到合照 見到照片Yoyo化了淡妝 將頭髮紮起 皮膚緊緻幾乎沒有歲月的痕跡 生徒依然狀態非常好 網民都留言驚嘆她的狀態動靈 相當年輕少女感十足 咸素媛小18歲夫陳華貼箱勤照 控訴周家寶 隔天出現大反轉惹網民反感 韓國女星咸素媛和小18歲的丈夫 陳華近年負面的爭議不斷 陳華在8月6日突然在社交網站上 貼出雙勤照 表示被妻子暴打 但第二天後又改口說不會 令人無女漢化 二年48歲韓國小姐出身的女演員 善素媛 在2018年和小她18歲的內地網紅 陳華結婚 兩人因為共同參加綜藝節目 《妻子的味道》而受到關注 但隨著南方的富二代出身攝造假 數度鬧分辨後又合體直播 外界對於兩夫妻的風評也逐漸轉差 但陳華在8月6日突然在社交網上更新發文 說被妻子暴打 曬出面上有血跡的相片 再次引起韓中兩地網友熱烈討論 陳華在8月6日突然在IG的限時動態上 發出一張眼下臉和鼻邊有血跡的相片 並且寫著說 大家好我是真華 善素媛打我了 我絕對不是因為善素媛是演員而誣蔑她 在這8年裏真是過得太累了 我真是很累 而這篇文章一出之後很快引起討論 大部分網友都不完全相信她的說法 直呼要等善素媛出面說明才能確定真相 但陳華在8月7日凌晨再次更新她的限時動態 這次出了一張一家三口的溫馨合照 並且寫著說我寫錯了 誤會了她的文章 她不是壞人 不要誤會 我發錯了 而善素媛的個人IG隨後 也轉發了這則的限時動態 表示陳華先生都是好人 為了被嚇到的大家而發 兩夫妻反覆立場 也令網友紛紛表示無語 而事實相善素媛和陳華自從結婚後爭議不斷 兩人先涉嫌在節目上造假 方稱陳華是副二代 父母住豪宅 而在2023年4月 善素媛又突然單方面宣布離婚消息 沒多久她又說和老公合體直播 種種令人迷惑的行徑 令外界質疑她們是否在炒作當中 相信要以此去到賺取流量 官非前身劉亞人丁富幼 67歲父親不滴病魔離世 韓國英帝劉亞人 在負面風波當中再經歷惡號 她的爸爸日前病世 終年67歲 韓國英帝劉亞人自從2023年 爆出涉毒以後 負面新聞前身 甚至傳出她資助共犯逃亡 更加爆出涉性侵30歲的男性 而風波當中 她透過律師否認相關的指控 並且說這個並不是事實 但在8月7日再傳來惡號 劉亞人的父親因為慢性病而過世 享受67歲 劉亞人的本名是炎宏直 出生於大邱廣域市 是家中的弟弟 她的爸爸炎英人一直以來 都因為慢性病而飽受折磨 持續與病魔對抗 但最近的健康惡化在8月7日離世 享受67歲 雖然過去劉亞人曾經在節目上說 在父母之中自己比較喜歡媽媽 但長大之後 開始思考與父親有關的事 還特別去到打電話給爸爸 表白我愛你也談了很多 接獲父親過世的消息之後 劉亞人目前正為父親去到首領 非常悲傷 而根據韓國三日之內 舉行喪禮出品的習俗 嚴父預計在8月9日早上出品 在大邱出身的她 也將會葬在當地的名服務員 由於劉亞人家中的其餘兩位手足都是姐姐 所以喪主可能由作為家中長男的她擔任